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梅姐 老苗今天心血来潮 非要去买几只小鸡给欣欣和月月养 你看他还拿个大纸箱子 轰轰哈黑的 来走 欣欣月月他从小想养猫 想养狗 我们都没给他养 一个是他们那时候还小 第二个我们做大人也没有耐心 你看我做了攻略 现在准备稻草加纸箱 纸箱有了 现在我出去找稻草去 新买的小鸡他特别怕冷 知道吗 这个铁皮后面就是虫中村 你看这老苗这个样子 跟他做贼似的 稻草没看到 有菜花看到了 你确定这里有 我问了他们说这里有稻草呢 我看今天找稻草是有点咸 你看这两眼一果黑 我给你拍照 好 看来咱们找稻草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去问一下别人 大姐 这里有没有稻草 啊 稻草有没有 咖哩不种稻草 不种稻草啊 咖哩不种稻草 没稻草 杨小鸡用的稻草没有吗 没 咖哩没稻草 那哪边有呢 不知道 我们现在这里不种稻草的吧 好 刚刚阿姨说这边 不种稻草的 没有稻草 那我们得跑远一点 走 走 今天一定要把稻草找到 这个鸡一定要养成 有这个 老苗这 真是鸡穷满满 我都有点不想陪他去找 他还非要说今天非找到不可 老苗今天咱找不找就不找了呗 什么 不找了 那刚出来一会儿怎么不找了 咱去走赶紧走 我们去找稻草 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 知道不知道 看你给我拍几张照片的份上 我今天就不生气 走走走 跟老苗再去找稻草 老苗刚刚还心心满满的 说他今天一定能找到稻草 20分钟过去了 他还是没找到 你看现在干 打电话发微信 他出门前的时候怎么跟我讲呢 说他已经找到有稻草的地方了 说已经做过工具了 哪里哪里有 现在我也不过去说了 等会儿说 咱俩今天又得吵一架 大刘啊 你知不知道哪里有稻草 我在找稻草的地方 我没笑你吗 他还有点笑 我本来正午在家五睡的 你说五睡多好 他非得让我出来给他找稻草 说他已经知道哪里有了 这是稻草 现在电瓶车洗衣袋 实话跟你讲 为什么现在停在这里 因为我们电瓶车快没电了 等会儿还要去接孩子 现在这个事情怎么搞的 就是顺着这条路过去是不是 就是顺着我们那个路边那个大马路 一直往前面走是不是 那边就有 墙墙就有稻草是吧 走 大刘说那边有稻草 再往前走 走 今天一定要把兆草找到 不然我这你说 攻略啥都白做了 走走走 我还想给星医院一个惊喜 走 这都走到头了 走到一个死胡同了 没路可走了 稻草也没找着 还有个狗在这里拔门的 我们赶紧走吧 我感觉看到希望了老苗 哪有啥希望 你又是条四路啊 这又是一条死路啊 前面过不去吗 前面过不去吗 过不去 师傅这里是过不去的是吧 不不不 现在又扯吧 我们本来问你过去 从一开始找稻草 我就知道找稻草很难 但是我没想过这么难 走了好几条路 他走了两个死胡同 找到现在 也没找着 我感觉老苗的心态 已经崩了 他又要问谁 别问了 他问了几个 找的地方都没有 他真的太难找了 哎呦 你还是 哎呦 我觉得今天咱稻草 实在找不到 实在找不到稻草 咱就用别的东西嘛 你不要那么一根筋啊 怎么会这么难找呢 这妈呀 这稻草为什么会那么难找呢 这边不种水稻 肯定很难找 哎呦 再打电话问一下 没有就拉走 我们家老苗干事情还挺有毅力的 你说这一路都找不着 我跟着都有点烦了 我不想找回家了 他还说再找一找再试一试 没有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他们说现在稻草 人家都不留在家里面了 不像以前一样烧柴火 还留稻草在家里面 现在一家都不留了 我们今天要么就先回去 养鸡嘛 还养不养 那肯定养啊 你看老苗说养鸡还得养 但是这个稻草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先代替一下 等会再查查吧 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要赶紧回去接月月了 月月今天放学比较早 三点多就放学了 好了今天就这样 拜拜